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星穹铁道2.41条龙 成就书籍宝箱战利品碟片 仙周罗浮悠求域全收集 地下三层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悠求域 负三层的最右侧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有一个向上的楼梯 如果说你没有开 你就把这个右侧的机关点一下 然后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 我们一直走到最后方 这一个楼梯的后方 有一个宝箱 楼梯间的后方 好,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走回去 走回去前方有一个机关 我们按一下机关 在我们的右前方有机关 让我们点击一下 上局只要有一个宝箱 然后附近有一些隐形怪 小心不要进入战斗 然后拿按宝箱之后 我们往右走 然后右侧 还有一个瑞昭6盒魔法 好,然后这个我们点 点击旁边的这个魔法 瑞昭6盒 有机变 教室区 先来这最左侧的 我们给它雷一层 然后再点击它最左侧的 给它往就是右侧给它雷一层 然后我们点击最右侧的这个 给它往上雷一层 然后再点击最右侧的这个 给它往左雷一层 生二本生电视迷 接着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我们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 前面有一个机关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机关 好,机关出来之后 我们过桥 过桥之后前方右侧一个魔法 我们先点魔法 进来之后 最中间下方的这一个 我们往就是右侧给它雷一个 这是右上角雷一个 然后我们再点击最中间上方的 我们往上雷一个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这应该是 现在我们就是左啊 应该左上的雷一个 然后再点击一下 我们右下的给它雷一个 与许正确的回答 不值一种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不要召集进入战斗 不要召集进入战斗 这个怪有两个战斗的成就 然后我们需要带上我们的主力角色 然后同时把像这种 有这个抵抗效果的 杀金或者扶悬这样的 带抵抗脑 枪不要带 带上那种没有抵抗的奶 或者盾 然后再带上你的主力角色 然后我们再进入战斗 进入战斗之后 下一个回合 这个大怪会对我们设下一个叫恐惧 延绕的状态 然后再过一个回合之后 我们的角色就会被恐惧 然后让那个大怪 击败我们被恐惧的角色之后 就能够获得这个第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进入战斗之后 先清掉一侧的小怪 然后留另一侧的 以防止我们进入恐惧延绕的状态之后 没有怪打 然后提前解除了这个状态 没有办法进入恐惧 好 现在除了罗刹 其他角色都被施加了恐惧延绕的状态 千万不要A到大怪 然后把这个恐惧延绕的状态给他解除了 失去啊 呃 好 我们角色进入恐惧状态 一定让大怪把我们进入恐惧状态的角色打死 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成就 接着这回我们就可以换上一些带抵抗的角色也没有关系 我换上一些可以带抵抗的盾奶 然后我们再进入战斗 这回我们就可以给他打死也可以 然后进去我再给你们进行说明 我们先进入战斗 欲僵持 同样的需要等他给我们上一个恐惧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所有角色都A这个大怪 让我们的让我们这个恐惧状态全部消除 今天叫做恐惧延绕的状态 这个状态我们不打得过一两回个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到恐惧的状态 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如果说直接给他秒掉这个成就能不能完成 但是你让他给你打 打进一次恐惧就是百分百能够完成这个成就的 所以说为了稳一点 还是让他给我们打进一次状态 不要给他秒掉 好像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身上有这个恐惧延绕的都攻击一下差 然后就可以解除 然后所有的这个都没有之后 没有之后然后将他击败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个成就了 然后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然后我们打开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过桥 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机关 点击一下旁边的机关 给它摁成黄色的 然后我们再过桥 再过桥之后我们往左拐 再过桥之后我们一直走到头 走到前方的尽头就是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 指西方向小滴都左放 朝这个方向往前我们有个画 我们点击入画 进化之后在我们的右侧 在我们右前方这个石堆后门 就是有一个被藏起来的宝箱 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滴都左放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上前方的楼梯 让我们走上来 然后一直往前走 走到前方地板中间 这个不一样的中间 然后在我们的右侧 往右侧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头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滴都右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机关 让我们上楼梯 这个地方同样有一些隐身怪 要注意 然后我们上来之后我们往左拐 左拐之后我拐到最里头 这里有隐身怪 能不能清掉 不稳不透过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回头 然后走到前方这个地板的地方 中间 然后我们往右拐 往前 然后在左前方有一个像柜子似的 在开了一个门 在这个地方 又是最后一个逃犯 我们点击一下调查 然后有一个短信 然后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瑞凿6盒 我们再次启动调查 进来之后在这个最下方最中间的 我们点一下 然后在这个右上方 我们点击一个 然后接着在我们最上方 然后最右下的这一个 最上方最右下的这一个 我们往它的右上方点击一个出来 然后刚点击出来这个 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个下方的点击一个出来 正确的回答不止一种 让我们打开宝家 好 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短信 我们把这六个新的全部解开了 让我们先过一下短信 好 这个任务我们一会儿再做 一会儿再做 然后我们先打开小地图 来到一层 一层最上方的传送点 我们回去做几个成就 然后我们回头 回头之后往上走 走上楼梯 走 走上楼梯之后 中间有两堆火焰 然后我们从火焰中间 往前穿 然后走进去 往前走 然后上前方的大走廊 好 然后前方有一堆 就是几个囚犯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囚犯任务 成就 我们下期说 成就完成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跟前方的这个私域对话 有些鸟儿终究是关不住 然后一直跟他选择对话 然后选择我在监狱找到了 魔音深考 就是我在负一层 就是我们在负一层找到的那本书籍 找到那本S2的书籍 然后拿完之后才能跟他对话 然后获得这一个成就 好 获得成就 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到前方的这个镜头 然后有一个莫名熟悉的石门 我们点击一下 好 然后又获得一个成就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19个宝虾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成就 看一下我们的与你同行的回忆 这是三个成就 然后我们的战役奔勇 然后有两个成就 我们的战役奔勇 这里是中文的灯 我们的战役奔勇